大家好,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,喜欢本频道的视频,请点赞收藏,现在故事开始。 在高考临近的时候,我的妹妹突然跟我说我是从山沟里捡来的,没资格用她父母的钱去上大学。 姐,考得不好也没关系,听说你爸妈在老家还有地可以种呢,她的笑声中带着一丝讥讽。 7月9号任亲那天,我亲生父亲紧张地搓着手,喃喃,考不上也无所谓,咱家还有十几个山头呢,实在不行,爸爸可以帮你捐个楼,我从小就知道爸妈偏心,从我有记忆开始。 我妹妹想要的玩具,只要她撒个娇,立马就能得到,而我只能等她玩腻了,才有机会再征求她的允许后摸一下。 每次我们俩发生矛盾,最后总是我背锅,被批评和罚不许吃饭。 姐姐,你得让着妹妹,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。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原因,一个外来者,怎么能奢望拥有主人的东西? 考场上,我妹妹无可心说的那些话,再次在我脑海中回荡,我明白她就是想看我考杂。 就像过去这些年,每当我表现出一点点比她优秀的地方,她都会显得烦躁不安。 所以,她特意选择在这个时刻,想看我一败涂地,六月的天气,热得让人难以忍受。 我握着笔的手心全是汗,考完最后一门,我回到家,发现家里空无一人。 无可心在朋友圈发了他们一家三口在游乐园门口的合照,笑得特别开心。 谢谢爸爸妈妈特意请假来陪我,诺,一家人回来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十点。 念念,你父母的事情,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,他们明天就过来,我妈,哦不,我养母主动开口。 正好你回来了,把你卧室的东西都整理一下,别落下什么了。 无可心凑到我耳边冷笑,你的吃喝都是用我家的,我懒得跟你计较。 至于你用过的那些东西,留在这里也是爱一眼,还是带走吧。 不然回去后想再买,可得花不少钱呢,我没理他,只是抬头看了一眼我曾经称呼为爸爸妈妈的两人。 从无可心的嘴里,我已经知道了我前十八年的人生,养父母结婚十年,始终没有孩子。 最后无奈选择抱养了一个高满月的女孩,就是我,一开始一切都很好。 直到三个月后,我养母检查出怀孕了,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。 直到现在,我亲生父母找到了我,他们终于可以把我这个累赘甩掉了。 谢谢这么多年的照顾,钱我会还给你们的。 我平静地说道,无可心差点笑出声,别了吧,你爸妈种地赚点钱也不容易。 我转身回了房间,算完高考的答案后,开始盘算能拿到的奖金,期待着第二天的到来。 十一点,我提着一个双肩背包,在楼下等着我亲生父母的到来。 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,这些年,这个房子里,几乎没有几样是属于我的。 无可心突然惊呼一声,宾利,我们这是个二线城市,宾利可不常见,尤其是开到我们这个老小区的。 然后,那辆宾利停在了我面前。 一对中年夫妻下车,神色激动,喃喃,我亲生父母的确是种地的。 但那只是他们产业的一部分,除了老家的千亩果园,他们还有三个山区度假村,还有两个高尔夫球场。 喃喃怎么这么瘦,我妈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脸,是不是高考太辛苦了? 我摇摇头,认真打量着他们。 其实对于现在的我来说,他们两个就是陌生人。 可是看到他们的这一刻,我才发现血缘和基因这种东西,真的很神奇。 吴可心是大眼睛双眼皮,而我却是单凤眼,他一米六,我却比他高出大半个头。 我一直觉得父母偏心,一部分原因在于吴可心更像他们。 可原来,我是长得像我自己的爸爸妈妈,其实高考前一个月,我们就已经确认了你的身份。 恨不得立刻过来找你,但怕影响你考试,所以拖到了现在,我妈说着,眼眶泛红。 喃喃,你会不会怪爸爸妈妈来晚了,怎么会怪? 这时,吴可心那尖锐的声音突然传来。 叔叔阿姨,为了姐姐的学业,真是煞费苦心啊。 姐姐,真希望这次你能考出一个好成绩。 也不枉费叔叔阿姨的这番心思,腔调里是掩饰不住的阴阳怪气。 我握了握我妈的手,回头看去,养父母的视线时不时往那辆宾历上扫。 向来叔黎的脸上竟显出了几分紧张和局促,他们就是普通家庭。 估计也没遇到过这种场面,吴可心盯着我,原本的嘲讽和鄙夷被嫉妒和怨恨取代。 她忽然露出一个古怪的笑,但就算考不好也没关系,毕竟姐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。 还有叔叔阿姨在,以后应该什么都不愁了吧,养父皱了皱眉。 大概也觉得吴可心这话听得太酸了,让他们莫名感到气短。 可心,怎么说话呢?就算以后念念不是咱们家人了,以前也毕竟一起生活过那么多年。 我考的怎么样都是我的事情,不需要别人来操心,我单身说道。 不过,吴叔叔说得对,情分还在,所以同样的祝福也送给你。 希望你,能超长发挥,吴可心和我差了一岁,但我晚了一年入学,她成绩不好,听到我这话,当然不会高兴到哪儿去。 我爸在旁边却忽然开口,南南,嗯,能把你找回来,看到你健健康康的,爸爸妈妈就别无他求了。 我爸紧张搓着手,神色小心翼翼,南南,考不上也无所谓。 你要真想上,咱家里十几个山头呢,实在不行,爸帮你捐个楼。 我发现,我爸似乎真的在担心我考不上大学,并且非常认真的为我筹划出路。 我忍不住笑了一声,爸,您别担心,我的成绩虽然一般,但找个学校上学还是没问题的。 不用您这么破费,我爸当即说道,给我们家南南花钱,哪能叫破费? 余光里,吴可欣的脸色更难看了,估计他没想到我爸妈居然真的舍得给我花这个钱。 南南,你的东西呢?我妈问道,你叔叔伯伯他们都在家里等着你回去呢。 咱们收拾好了就走,要不要妈妈上去帮你拿我拎了下手里的双肩包? 我已经整理好了,没什么,咱们这就走吧,别让各位叔叔伯伯等极了。 什么,就这么点东西,我爸先是震惊,然后很快明白了什么。 豁然看向我养父母,眼中浮现怒意,我养父母尴尬道。 南南这孩子一直住校,家里的东西留的就不是很多。 而且高考完了,他也大了,很多东西用不到就都扔了。 我笑了笑,今天是高考完的第一天,他们扔我的速度,简直比扔垃圾还快。 我妈用力握了握我的手,算了,南南跟爸爸妈妈回家。 我跟着爸爸妈妈回了老家,一大家子二十多人,热闹得不得了。 从他们的话语中,我也终于知道,原来当初我妈刚在医院生产完,就有人贩子乔装打扮成孕妇,把我偷偷抱走了,辗转一个月后,卖给了我的养父母。 那个人贩子已经被抓了,要不是为了你,孩子,你爸妈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追究买家。 大伯多喝了几杯,眼眶泛红,他甚至连养父母,这个词都不愿意说,而只称呼,买家。 你不知道当年你丢了,你爸一晚上白了头发,你妈有好几次逗。 话没说完,我爸打断了他,跟孩子说那些干什么。 男男刚刚高考完,让他好好放松放松啊,对了男男,你想好上哪里的大学了吗? 北京吧,我说道,我爸先是一愣,然后连连点头,北京好,就北京了。 学校多,好选择。 当晚,经过爸妈的房间,我发现他们正捧了一本厚厚的志愿书在看。 我妈小声说道,我看这北京的学校也不怎么好挑啊,怎么大专业这么多啊。 我爸,咱们不是看过男男的高中成绩了吗?要是发挥好了,还是有希望上个二本的吗? 我妈忧心忡忡,但他们家那个女儿的意思,男男高考那两天,状态不太好。 估计孩子自己压力也大呢,再加上突然认亲,别担心,我爸安慰道。 咱们先筛选出一部分,等分数出来了,再让男男自己决定,高考后的暑假很清闲。 吴可欣的朋友圈晒满了他们一家三口的旅游,聚餐,看电影的照片,真是完美。 很幸福的三口之家,一开始还有共同的同学朋友会问起我。 吴可欣就公开回复了一句,念念姐找到亲生父母了,恭喜她。 不过,关于我亲生父母的情况,吴可欣却没怎么提,模糊了过去。 之后就再没人问了,出分前一天,我正在陪着爸妈吃饭,接到了一个电话,来自北大招生办,喃喃,刚才那是谁打来的呀? 我妈好奇问道,北大招生办,我喝了口汤,再次抬头的时候,才发现餐桌上的另外两人都定住了一班,就是跟我聊了聊奖学金和报专业的事。 我解释了一句,半赏,我爸终于动了,他掐了自己一把。 他先是疼得咧了咧嘴,然后骤然兴奋起来,是真的。 北大给咱们家喃喃打电话了,我妈难得接吧。 喃喃,这,这到底。 话没说完,电话又响起来,这次我开了公放,打来的是清华招生办。 谢谢老师,我会和爸爸妈妈以及老师一起好好考虑的,直到挂了电话。 我爸妈还处在精神恍惚的状态里,这,这是不是代表咱们喃喃考得特别好? 距离今晚零点正式出分还有一段时间,但这些招生办的老师是能提前知道某些考生的成绩的。 我想了想,老张那边或许知道,老张是我们班主任,教了一辈子书,喜欢碎碎念的小老头。 正说着,老张的电话也来了,神神秘秘,又带着藏不住的机动。 无念,告诉你爸妈,这次可得请客了,我也笑着答应,好的。 他又开始念叨,我就说,我就说,当初你那个中考成绩,跟着你妹妹来捂中,实在是亏大了。 后来你成绩一直往下滑,我就说是你爸妈糊涂。 好在你这孩子争气,争气,老张的话让我想起一些就是。 听他说了话,我笑着道,那您到时候一定要来。 老张高高兴兴地答应了,我把老张的话转述,我爸当即大手一挥。 请,必须得请,挑最贵的,把你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叫过来。 我从他脸上看到了急于花这笔钱的表情。 就在他们俩讨论选哪个酒店来办宴席的时候,手机又响了起来,没有备注的号码,却让我觉得很熟悉,竟然是我羊母打来的。 念念,刚才你张老师给我打了的电话,他说让我整理东西,别落下什么,语气和腔调完全不一样。 我带着困惑,震惊和怀疑的心情,这才意识到老张还不知道我已经离开了吴可欣的家,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。 因为正好赶上我高考,我爸妈为了不影响我,一直都很低调。 结果竟然搞成了这样的乌龙,北大的招生办真的给你打电话了,是不是搞错了? 你,你怎么,确实搞错了。 我很淡定地说,不知北大,清华也打了电话。 我正想请张老师和我爸妈一起商量一下,选哪个学校好,没想到对方的声音突然消失了。 一片寂静,我诚恳地说,打扰你们了,真的很抱歉,不过请放心。 之后,我会和他们解释清楚,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 凌晨的时候,我的高考分数终于出来了,703分,电话和微信瞬间被无数消息淹没。 一夜之间,我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,同时,我也知道了吴可欣的成绩,竟然是421分。 你怎么可能考出这样的分数,你肯定是作弊了,吴可欣在电话那头气急败坏,声音尖锐得不得了。 你可以去举报,我有情提醒你,吴可欣这会儿肯定是气得快要发疯了。 然后我又接到了他爸的电话,他笑得很开心,念念,这次你考得这么好, 咱们一家人明天一起出去吃顿饭庆祝一下吧。 这么多年,他主动给我打电话的次数趋值可数,少数几次也是为了吴可欣。 我不明白,他们明明昨天才急着把我赶出去,现在转脸却又成了一家人。 抱歉,我最近很忙,应该没时间,挂了电话后我心里有些不安。 第二天,老张让我去学校接受采访,五中在全市高中里排名倒数, 往年能多上线几个一本都要大力宣传,更别提这次的情况了。 对了,记得带上你爸妈,请他们分享一下教育经验。 老张笑着说,当看到陪我来的爸妈时,他愣了一下, 揉了揉眼睛,我这是老花眼了吗? 吴念,你爸妈怎么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? 我简单跟他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,老张的眼睛越睁越大, 我爸妈则上前再三感谢。 南南常说,您帮了他很多,这些年真是太感谢张老师了, 老张这才回过神,连忙说,哪里哪里? 南,这是吴念的名字,楚越,我妈笑着解释,南南是他的小名。 我们打算等通知书下来之后,就把他的名字改回来, 这样到学校报到时,就能直接改档案。 毕竟高考已经结束,为了不影响我的录取, 爸妈还是打算等我上了大学,再用回本名。 这也意味着,从今往后,我和过去的吴念一切都将彻底割断。 老张愣了一会儿,转头看向我,目光复杂, 两久才感慨到,我就说,姐妹两个,父母怎么能这么偏心? 原来,他顿了一下,没有继续往下说, 然后冲着镜头激动地指点江山。 说到底,还是这孩子自己聪明懂事, 我教了一辈子学生,这还是第一次出来的能上清北的呢。 这能是我教出来的,全是这孩子自己考的, 旁边等着上进的校长也在点头。 我,五中的声援和师资力量摆在这儿, 老张也是实际的有点过分了。 我爸妈也蹭了个镜头, 平时上过不少财经杂志的我爸,这次居然紧张了。 其实这些年,我们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, 亏欠孩子太多,都是他自己出色,优秀。 他是我们永远的骄傲, 那段采访很快在整个朋友圈传开了。 除了我的高考成绩, 这次同样备受关注的, 还是我爸妈的情况。 吴可欣之前, 祝福我找到了亲生父母的那条朋友圈下面, 热闹得不行。 吴念亲生爸妈看起来似乎很有钱, 他爸手上戴的那块表, 我查了一下,七位数呢? 卧槽,吴可欣, 你姐是超级富二代啊, 这事儿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? 羡慕羡慕羡慕, 什么? 我, out了, 我才意识到他们并不是亲生姐妹。 看到父母接受采访的时候, 我还奇怪呢, 怎么和我印象里的不一样? 吴可欣回复了最后这条, 不奇怪啊, 虽然我爸妈养我姐18年, 但他们也就是普通职工而已, 和亿万富豪的亲生父母没得比, 他会这么选, 也很正常的啦, 他这话说得很有水准, 完全看不出他高考文科, 只考了300多分, 一句话轻轻松松给我扣上了一个贤疲爱富的帽子, 后面跟了好几条其他亲戚朋友的评论, 吴念这么做不合适吧, 养恩大于生恩, 怎么能因为亲生父母更有钱, 就不要养父母了? 这孩子从前看着文文静静的, 真是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人, 考那么多分又有什么用, 人品和学历从来不挂钩, 这些一年都未必能和我说上一句话的人, 这个时候倒是都跳了出来, 为吴可欣一家打抱不平了, 我懒得在意, 退了出来, 继续和爸妈商量抱志愿的事, 但没想到的是, 不到一天, 这件事就被我爸妈知道了, 男男, 你那个, 那个吴可欣, 实在是太过分了, 他怎么敢这么说, 我爸满脸怒意, 拿着手机给我看, 我这才发现, 那居然是吴可欣的一个小采访, 地点是在他家客厅, 标题和文案都很别致, 高考, 703, 学霸女生寻回亿万富豪父母后, 与养父母家断联, 吴可欣脸上带着抱歉的笑意, 真是对不起啊, 我知道你们今天过来, 是想采访我姐姐的, 但她现在已经不在家里住了, 高考完第二天, 她就跟叔叔阿姨走了, 大概最近很忙吧, 没怎么和我们联系过,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也没办法请她回来, 不过还是祝福姐姐, 希望她以后不管在哪里, 都能过得开心, 评论区直接炸了, 没搞错吧, 就因为亲爹妈有钱, 就迫不及待跟着走了, 对自己的养父母和妹妹, 没有一点留恋, 虽然不是亲生的, 可怎么说也养了将近二十年, 良心呢,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 真是生怕被养父母家沾上吧, 养父母也是够倒霉的, 这么多年就养出来一个白眼狼, 我爸气得不行, 什么养父母, 他们当年是从人贩子手里买走你的, 要不是他们, 咱们一家也不至于分开这么多年, 再说了, 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不跟我走, 难道还要继续待在他们那个地方受委屈, 我正要劝他, 手机忽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, 恶心, 你这样的人, 就算是上了清华北大, 也不过是人渣, 很快, 第二条, 第三条, 短信和电话, 开始被人轰炸, 微信里也满是带着乳妈的验证信息, 我重新点开的那条视频, 有一条热屏被顶了上来, 无念啊, 五中的谁不知道, 他就是一学渣, 这分数怎么来得还两说呢, 没想到居然还这么没良心, 158X, 这是他的电话, 不谢, 脱无可心的福, 我彻底火了, 有人在网上晒出了我高三的考试成绩, 看到没, 他整个高三连一次500分都没上过, 哪怕是在五中这样的垃圾学校, 也就排个中等, 这样的人能考703, 超长发挥也没这样的吧, 他这高考分数真的没问题, 各种质疑和辱骂接踵而至, 然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无可心, 却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, 完美隐身了, 我去让他们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报道都撤了, 我爸脸色难看, 我摇摇头都是些营销号, 为了冲, 为了冲PKI什么都能做得出来, 那难道要这样看着他们污蔑你, 我爸声音高了一个八度, 当然不能放任他们这样了, 我养母再一次打来了电话, 语重心长, 念念, 你是要上全国顶级学府的, 怎么能还没入学, 就背上这样的污名, 这样, 明天我和你爸爸帮你办一场庆功宴, 你过来一起吃顿饭, 那些谣言不就迎刃而解了吗, 庆功宴, 我觉得有点好笑, 专门给我办的吗, 当然了, 这事儿我和你爸筹备了好几天了, 包了最大的包厢, 亲戚朋友知道你这次考得好, 都会想见见你, 跟你说一声恭喜呢, 我第一次知道, 在他们眼里我居然这么重要, 吴可欣呢, 我问道, 他也去, 电话对面死寂了一顺顺, 片刻, 他苦口婆心劝道, 念念, 我知道你妹妹网上的那段采访, 给你造成了一点麻烦, 但他也不是有心的, 谁知道那些媒体会那么喜, 这不能怪他, 他也很自责的, 念念, 你是当姐姐的, 让着他点, 真是奇怪, 我已经离开了他们那个家, 我也已经不再是吴可欣所谓的姐姐, 现在居然还这么理所应当地要求我做出让步, 他要去也行, 但是要向我道歉, 我道, 你这孩子, 怎么还是这么绝, 养母脱口而出, 爸妈也是为了你好啊, 行了, 就这么定了, 明天中午十二点, 迎宾大酒店, 别迟到了, 电话里忽然传来吴可欣尖锐的声音, 凭什么要给他办酒席, 明明我才是你们亲生的, 他妈低声劝他, 怎么说都是你姐, 再说, 亲戚朋友都通知过了, 这时候取消, 你让爸爸妈妈的脸面往哪儿搁, 吴可欣不说话了, 似乎摔了什么东西, 我像是没听见, 笑了笑, 好, 我会准时到的, 明天见, 喃喃, 明天我们陪你去, 听说了我的决定之后, 爸妈说什么都要和我一起, 被我拒绝了, 就是过去吃顿饭而已, 而且正好有点东西要还给他们, 你们不用担心, 虽然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, 但我清楚地知道, 他们心里对于我养父母是非常抗拒和厌恶的, 让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, 无疑是巨大的折磨, 见我坚持, 爸妈终于让步, 第三天, 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了酒店门口, 大厅放着指示牌, 服务员一路把我引到包厢, 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多个人, 喧嚣热闹, 房间内甚至还挂了一个刚刚做出来的横幅, 喜庆得不得了, 热烈庆祝爱女无念高考, 703分, 养父母被围在中心, 满面红光, 吴可欣阴沉着脸坐在一旁, 无念来了, 不知道拐了几道弯的, 亲戚, 回头看到我, 高声喊道, 我走了过去, 吴叔叔, 孙阿姨, 两人表情一僵, 不过很快恢复如常, 我养母笑着过来拉我, 你这孩子, 怎么不喊爸爸妈妈了, 我不动声色避开了他的手, 那就不避了, 别惹得可欣又不高兴, 吴, 吴可欣瞬间站了起来, 椅子在地上拖出刺耳的声音, 吴念, 你什么意思, 我客气提醒, 我不是吴念, 我原本的名字, 叫楚越, 气氛尴尬到了极点, 我管你叫什么, 这些年你吃得用的, 那样不是用了我爸妈的钱, 现在知道亲爹妈有钱, 扭头就不认了, 你又有什么脸, 站在这说这些话, 可欣, 我还没说话, 我养父母倒是先急了, 一把扯过他, 今天是专门给你解办庆功宴的, 你少说两句, 吴可欣大概从来没有被他们这么说过, 难以置信地睁大眼, 怎么, 就因为他考得好, 所以现在他才是你们的好女儿了, 而我不能给你们长脸, 就什么都不是, 就必须忍气吞声, 是不是, 因为脑恨, 他的声音极其尖锐, 啪, 一道响亮的耳光声响起, 我养父一手指着吴可欣, 怒吴,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, 吴可欣捂着半边脸, 动作僵硬地抬头, 你打我, 我养母也慌了, 你打孩子干什么, 这可是你亲骨肉, 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打他, 我养父是个极耗面子的人, 吴可欣那番话让他脸面无光, 他怎么能忍, 都是你惯的, 他气急败怀, 看看把他养成什么德性了, 丢人现眼的东西, 原本喧闹的包厢, 一片死寂, 无数八卦而充满探究的目光, 在我们几个人之间徘徊, 带着看热闹的兴奋, 哗啦, 吴可欣直接掀了桌子, 哭着跑了出去, 所有人都没料到他居然会来这一出, 全都愣在当场, 我拿出一张卡, 递了过去, 我说过会还你们钱的, 这里面存着我所有的奖学金, 不多, 但供吴可欣上个大专还是够的, 至于这场宴席, 我一个外人就不参与了, 再见, 刚回到车上, 爸妈就一脸紧张地看着我, 南南, 怎么样,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, 没有, 算是和他们把话说清楚了, 我没把那一对破事说给他们听, 换了话题, 对了, 爸妈, 我想报北大的数学系, 你们觉得怎么样, 当然可以, 南南想报什么报什么, 我爸现在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, 我说什么他都双手赞成, 我妈还是有点担心的样子, 那网上的那些谣言, 他们答应帮你澄清了, 那不太可能, 毕竟今天我让他们丢了这么大的人, 我冲他一笑, 您也说了, 那都是谣言了, 轻者自轻, 我换了手机号码, 断了和吴可欣一家人的联系, 生活回归清静, 每天的主要任务, 就是陪着爸妈, 同时劝他们不要再给我买东西了, 自从我回来, 他们就热衷于给我添置各种各样的物件, 尤其是衣服鞋子这一类, 这又花不了几个钱, 我妈拿着一件裙子在我身上比了比, 你不知道, 当时见你的时候, 妈妈见你的牛仔裤都洗得发白了, 心里真是, 她一顿过来摸了摸我的头, 轻叹, 以前想你的时候, 不知道你长得多高了, 穿什么马的衣服, 只能凭着想象给你买, 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, 当然得多买点了, 南南就当满足妈妈了, 好不好, 我只能和我爸一样, 双手投降, 都听您的, 对了, 通知书好像快到了, 张老师说, 到时候可能会有媒体过来, 我妈笑得开怀, 那更得给我们家南南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了, 第二天, 录取通知书如期送达, 果然还有负责拍摄的小哥, 我爸妈和老张都激动得不行, 然而, 我刚刚从快递小哥手里, 结果通知书, 就听到一道哭骂声, 无念, 你居然真的这么狠心, 我一抬头, 就看到养母神情激愤地从人群后冲了过来, 可惜现在这个样子, 都是你害的, 都是你, 他怨恨地瞪着我, 恨声, 他们说的没错, 你果然是头养不熟的白眼狼, 周围人反应过来, 连忙拦住了他, 但镜头还在拍, 我冷眼看着, 真是没想到, 最先发疯的居然是他, 这是在干什么, 老张率先站出来, 皱着眉, 我记得你是吴可欣的妈妈对吧,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, 怎么能这么骂孩子, 我养了他18年, 我当然有资格这么说他, 他所有的休养在此刻荡然无存, 一字一句, 都尖刻锋利, 可欣现在闹绝食, 你满意了, 高兴了, 我爸妈把我拉到了身后, 但没想到, 先开口的居然是老张, 你说够了没, 老张沉着脸, 这一句, 直接把我养母精的闭上了嘴, 吴可欣自己做, 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, 我告诉你, 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, 以前我还以为, 你们只是单纯的偏心, 现在才明白, 根本不是那回事, 老张情绪上来, 脸色发青, 狠狠拍了一下桌子, 当初无念中考考得那么好, 完全可以去省重点的一种, 但你们是怎么做的, 你们让他去了午中, 就为了陪你那个不上进的亲生女儿, 要不是他自己努力, 早就被你们毁了, 真正坏了良心的不是无念, 是你们, 原来那天, 吴可欣当众掀了桌子后, 晚上居然没回家, 还关了机, 玩起了失联, 他爸妈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, 请了很多人帮忙, 才在第二天晚上, 在一个酒吧, 找到了喝得烂醉的吴可欣, 回去之后, 吴可欣拒绝和他们交流, 最近几天甚至已经发展到, 以绝食相逼, 说什么都不愿意待在家里, 但他们怎么可能会同意, 听老张这么说, 我养母脸上闪过几分慌乱, 急急反驳, 哪有的事, 我们那时候只不过是想着, 姐妹两个在一个学校, 能彼此照顾, 老张气笑了, 他们两个根本不在同一个班, 而且吴可欣走读, 吴念三年住宿, 谈什么照顾, 高中开家长会, 你们从没来给吴念开过, 我一问, 次次都在吴可欣那边, 你们根本不配当吴念的父母, 我爸下河紧绷, 我妈偏过头, 飞快抹了一下眼睛, 这些事, 此前他们并不知道, 我捏了捏我妈的手,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, 您看看, 北大的录取通知书, 是不是特好看, 这话一下刺激到了我养母, 她忧怨而恼地, 死死盯着我手里的通知书, 高声哭喊, 不管怎么说, 起码我们没短了她吃喝吧, 再说, 要真是影响到了她, 她又怎么可能考得上北大, 可惜现在成天把自己锁在屋子里, 我们也不敢放她出去, 你们知不知道, 她失联那一天, 我找了她一整晚, 一天一夜都没合眼, 我爸忽然打断了她的话, 一手指着她, 你只是找了一天, 那你知不知道, 我们找了南南多少年, 整整十八年, 许是因为害怕, 我养母身体抖了一下, 哭嚎的声音戛然而止, 我爸胸膛剧烈起伏, 声音都在发颤, 你说你们养了南南十八年, 真是可笑, 是我们求着你们帮忙养的吗? 是你们买走了南南, 又觉得她多余, 是你们害得我们一家分离了足足十八年, 你现在怎么有脸, 在这里说出这种话来, 你现在立马从这里消失, 以后再来骚扰南南, 别怪我不客气, 我拿到北大通知书的视频上了热门, 因为除了官方媒体发布的那一段, 还有一些其他视角拍摄的视频流传到了网上, 包括我养母来撒破闹事的那一节, 看八卦凑热闹是人的天性, 尤其是这种, 简直是众人最喜欢的茶余饭后的谈资, 评论区乱成一团, 卧槽, 这什么精彩大戏, 我没太懂, 这意思, 这小姑娘其实是被拐卖的, 但是养父母后来有了自己的女儿, 又嫌弃她的存在了, 什么养父母, 那是买家, 还有说她闲贫爱富的, 明明是人家亲生父母, 找女儿找了十八年, 终于团聚了, 哪里是他们说的那样, 这个是我们五中的张老师, 教了一辈子书了, 很受敬重的, 我和他们同校不同班, 都知道吴可欣每次惹了麻烦, 都是无念帮她的, 什么照顾, 他们家这纯粹是买了丫鬟, 伺候自己亲生女儿呢, 一码归一码, 她养父母和亲生父母之间的纠葛先不说, 我就是好奇, 一个没上过五百分的学渣, 到底是怎么考出七百多分的, 这条评论一出, 迅速冲上热门, 然后, 五中放出了我被北大录取的祝贺视频, 以及我高一的入学成绩, 也就是我的中考分数,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, 无念同学当初中考是以全市第五的成绩, 报考了我们学校的, 全市第五, 这样的成绩怎么可能去所普通高中, 骗人的吧? 楼上的, 我是无念和无可心的初中同学, 我可以证明这是真的, 听说是因为无可心身体不好, 无念身为姐姐, 为了方便照顾她, 就一起去了五中, 这事当年很轰动, 我们那一届学生基本都知道, 也有一种说法, 说他们家条件不是特别好, 五中给无念发了一大笔奖学金, 他就去了, 什么条件不好, 别人家亲生父母, 砸锅卖铁, 也要送孩子去最好的学校, 他们这算什么, 果然不是亲生的不疼, 网络上的风向转得很快, 校长办公室里, 老张端着水杯, 感慨, 那时候无念几乎是以满分的成绩入学的,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, 开学一个月, 成绩就开始下滑, 那时候我还以为是因为突然来到高中, 不太适应, 想把他的成绩往上提一提, 结果还是没什么用, 到了高二分班, 他选了理科, 更是一落千丈, 他说着, 看向了我, 你那时候故意的, 是不是, 我认真道, 别人不都说女孩子不擅长理科吗, 就算以前成绩好, 分班以后肯定也不行了, 这很合理, 嗯, 还嘴频, 老张哼了声, 常规作业能写三分之一就不错了, 为这个我还生了好久的气, 就觉得他不知道上进, 老张那时候确实找我谈了很多次话, 每次看我的眼神, 恨铁不成钢, 那您的气也没白声不是, 要不是您的尊尊教会, 哪有我的今天, 当时中考成绩出来后, 吴可欣就爆发了, 在家里又哭又闹, 还摔东西, 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去学校继续上学, 养父母劝了又劝, 哄了又哄, 最后决定让我放弃一钟, 和吴可欣一起去五钟, 我在卧室的地板上坐了一晚上, 同意了, 在那之前, 我就知道, 吴可欣不喜欢我比他出色, 但那天之后, 我才明白, 原来连父母也是这样想的, 我不想再看吴可欣闹腾, 也不想再听他那些阴阳怪气的话语, 就选了一条他希望我走的路, 上了高中, 泯然众人, 他知道我成绩下滑, 知道我开始不写作业, 知道我被叫到办公室谈话, 但他不知道, 我只是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重复性的题目上, 也不知道, 每次全是联考的卷子, 我都能倒背如流, 老张瞪了我一眼, 嘴角却忍不住扬了起来, 幸好你自己知道该干什么, 不该干什么, 这三年, 没白教你, 和校长合影完, 我回了家, 却看到爸妈正坐在客厅沙发, 气氛凝滞, 爸, 妈, 怎么了, 我奇怪问道, 我爸沉默了好一会儿, 抬头看向我, 一字一句道, 男男, 当年拐卖你的那个人贩子, 找到了, 他和你养父是远亲, 我脑子一空, 什么, 我妈眼泪瞬间掉了下来, 男男, 当初你在医院被他偷走拐卖, 就是他们早就串通好的, 他们想要孩子想疯了, 就联系了那个人, 让他提前在医院踩点, 原本是打算抱另外一个男婴的, 但是那家人多, 他一直没找到机会, 我以为他是一个人去生孩子, 还觉得他可怜, 拿了不少东西给他, 谁知道, 谁知道, 我妈声音哽咽, 没有再说下去, 但这些已经够了, 原来是这样, 我点点头, 居然有点想笑, 那, 法律上会怎么判, 我妈苦笑, 他们只是买方, 完全可以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, 这下我真的笑出声了, 也就是说, 他们做了这些事, 最后却不会遭受任何惩罚, 好, 我知道了, 我拿纸巾帮我妈擦了擦眼泪, 既然人贩子已经被抓了, 咱们就安心等他判刑就可以, 也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, 对了, 老张说, 学校想请我回去做演讲, 分享一下学习经验, 您和我爸一起去吧, 演讲是在五中的操场, 下面密密麻麻做的全是高一高二的学生, 旁边还站着很多家长, 另外还有些来凑热闹的已经高考完的同学, 我在后台等待的时候, 听到有人在议论, 这排场真是够大的呀, 那可不, 毕竟是五中历史上第一个北大, 校长他们当然要抓住机会好好宣传了, 哎, 网上那些事你们看了吗, 真想不到, 无念的养父母居然会那么对他, 估计他们现在后悔死了吧, 我听朋友说, 吴可欣现在还天天在家里闹呢, 亲生女儿溺爱成废物, 不喜欢的养女却上了北大, 真是亏大了, 换成我, 肠子都毁清了, 老张拍拍我肩膀, 吴楚月, 怎么样, 稿子都准备好了, 我点头, 好了, 老张嘿嘿一笑, 行, 等会儿好好表现, 写这么一篇稿子, 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, 顺利念完, 就进入到了自由提问的环节, 我选了前排一个瘦瘦小小的女生, 她拿着话筒, 看起来很紧张, 学姐,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准高三生了, 距离高考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, 我想请教你, 怎么在考试的时候, 保持心态的平衡和稳定呢? 很简单, 尽自己所能, 做好一切准备, 拼过了, 尽力了, 心里就有底气, 我笑了笑, 其实高考前一晚, 我正巧从我养妹那里得知我不是亲生的, 我的爸爸妈妈另有其人, 但最后我还是顺利完成了考试, 考出了让自己满意的成绩, 整个操场一片死寂, 无数人表情震惊地看了过来, 所以你看, 只要你做好自己该做的事, 属于你的, 终将属于你, 这段话被人发到了网上, 一旦激起千层浪, 连带着他之前的那段采访, 也被翻了出来, 卧槽, 高考前一天说这个, 敢说不是故意的, 这是故意搞人家心态, 想让人考杂吧, 真恶毒啊, 就算不是亲姐姐, 也不至于这样吧, 看看之前那个采访, 也是话里话外, 暗示人家贤贫爱妇, 导致人被网爆, 这人真是可怕, 无念, 无可心, 这名字一看就知道喜欢哪个, 不喜欢哪个呀, 我听学霸小姐姐演讲上, 自我介绍是楚越, 这名字一听, 就很期待她的到来呀, 亲生父母和养父母, 果然是不一样, 自己活在泥潭里, 就看不得别人好, 要拉别人下水, 哦哦哦, 那个, 无可心的联系方式我有, 谁要, 免费共享, 这条下面回复, 很快破了500, 然后, 我爸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, 也发出来了, 他和我妈站在一众寻亲人中, 举着的横幅上, 是一张张放大的幼童的照片, 每一张照片旁边, 都附带着这些孩子的资料, 现在我们家楚越回来了, 当年拐卖他的人贩子, 也已经落网, 仅仅是我们知道的, 经他手被拐卖的孩子, 就有十几个, 其中大多数都是买方主动联系他, 让他帮忙物色拐卖小孩的, 我们家楚越也是这样, 刚出生, 就在医院被偷走了, 我爸面对镜头, 大男人红了眼眶, 神色却坚定无比, 我们会继续帮助这些, 没有找到孩子的家长, 希望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地回来, 一家团聚, 同时也希望这些人贩子, 全都受到法律的严惩, 买卖同罪, 几条新闻连在一起, 吴可欣一家瞬间成为众矢之地, 无数网友直接把他们一家三口冲了, 很多人往吴可欣父母的单位打电话投诉, 小区里的邻居也对他们十分唾弃, 直指点点, 不愿再和他们来往, 他们白天只能大门紧闭, 连门都不敢出, 亲戚怕受牵连, 也纷纷和他们划清界限, 以前上赶着讨好的那些人, 现在都对他们避之不及, 一星期后, 他们两个相继被辞退, 闹出这么大的丑闻, 本来就已经很丢人了, 现在还影响到了单位, 谁不会权衡利弊, 我甚至还在网上无意间刷到过他们家门前, 被人扔了烂菜叶和臭鸡蛋的照片, 大门上贴着白底血字, 买卖同罪, 听说吴可欣实在是忍不了了, 跑出去和人大吵一架, 结果越吵越激烈, 直接打了起来, 最后连警察都惊动了, 更关键的是, 当时他还动用了水果刀, 给人家肚子上来了一下, 故意伤人, 他的档案里, 永远留下了这耻辱的一笔, 我陪着爸妈回了北京, 去北大报到的那天, 听朋友说他们一家已经搬走了, 还和周围人都断了联系, 我抬头, 避空如洗, 阳光灿烂, 我妈一边走一边到, 这北大也太大了, 我腿都走酸了, 我爸择了声, 要是你脸上的笑容收一收, 这话还有点可信度, 我妈撑了他一眼, 又冲我招手, 兴冲冲道, 南南, 咱们去卫明湖拍个照留念啊, 我笑着走了过去, 好啊, 从此, 告别过去的一切, 与未来相拥吧,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, 感谢大家收听。 感谢大家收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